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理仙品牌 伊贝诗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伊贝诗 伊贝诗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图牛客户团 您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 林志玲专属太阳镜 大力支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打开微信摇一摇 进入摇电视 然后找到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百万元的红包等您来拿 现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媒 即可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谁呢 他们是跨界主持人杜江杜老师 欢迎杜老师 来自华一嘉心的高级副总裁 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先来了解 今天第一位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 遭遇了什么情况 生了二胎之后 他好像变了一个人 经常喜欢出去打麻将 家里的事情 不管不顾 还对我百般挑剔 我真的对他太失望了 我赚钱演家 压力那么大 他一点都不理解我 也不想出去工作 整天就会唠叨我 管着我 孩子还小 我想再照顾他们两年 我每天也很累 有一点让他不满意 他就冲我发脾气 他根本就不理解我的辛苦 一吵叫 他就带着孩子回年家 次次都是我去接他 他就不能改改吗 他把队友的承诺 都忘得一干二净 一点也不关心我孩子 这样下去我真的日子没法过了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段31岁来自湖南发货源 女嘉宾小谭29岁同样来自湖南 是一位全职太太 来有请 现在是两个娃的妈是吧 是的 大娃多大啊 大的有五岁半啊 小的一岁半 大娃男娃女娃啊 大娃是女娃 小宝是男孩 厉害啊 好啊 得意吧 别人都比较羡慕我们的交情 刚开始我们结婚 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对我还是挺好的 但是结婚以后就是生了小宝以后 他天天就不照假 跟朋友一起去 吵完架之后就拿钱走 又去打牌呢 没有 走还是没走啊 拿着钱就出去了 你看看给人一个版本 去没去啊 去 就是你说谎了是吧 敢做敢当嘛 哎呀 对啊 你敢做敢当嘛 对不对 到这里就不敢讲了是吧 好 接着我问 孩子也哭了 也跟老婆动手了 怎么还会拿着钱去打牌呢 没有 就是跟自己的同事呢 偶尔去打一下 你看钱都是我赚的 我一个人 在外赚钱 也挺辛苦的 哦哦哦哦 对不对 孩子谁生的呀 孩子也是你生的 我老婆 孩子谁带的呀 我老婆 对啊 他一直是这样吗 因为老大不都五岁大了 没有 刚开始的时候 对我还是挺好 就是自从生了我家小宝之后 他就完全像变了一个人 哦 我不给钱给他 他就打我 为什么呀 因为他整天在家里 就是跟个孕妇一样的 在孩子面前 根本就没给我的尊严 根本在家里带不出去 那你想过没有 我为什么是这样子 我以前说你嘛 是你现在老是出去打牌 拿着钱就出去输 就是生了老二之后 是这样的 是吧 之前对我还是挺好的 他除了打牌还干什么 除了打牌没有其他的 就是脾气不怎么样 啊 他出去打牌就算了 主要就是他连家里都不顾 前天就是下完班 就在家里谈一下 什么家务都不做 他认为他赚了钱 回来他就是最大的 最可恨的意思就是 我因为两个小孩 喜欢吃那个素菜嘛 我就没做那个荤菜 他回来把筷子一掉 把桌子都翻了 他说他不吃 两个小孩子都没吃饭 他都不管 那怎么了 我每天在外面 累得要死 回来 想吃个可好的饭菜 又怎么了 那问题是 只有一次两次啊 一次两次 你吃个蔬菜都不行吗 难道你这里 也要发脾气吗 宝宝他带嘛 他管嘛 不管 我家宝宝发烧嘛 他出去了 我打了他二十几通电话 根本就找不到他的人 我当时我一个人在家里 带着两个小孩 大宝又吵 小宝就在我怀里 就哭个不停 又一直在发烧 我当时就想 这怎么办啊 晚上已经凌晨了 他发烧越来越厉害了 都凌晨了 对 凌晨你不回家 你干嘛去了 在跟同事打麻将 你不是累吗 你怎么还打麻将呢 我想起这些事情就是 他平时他出去玩 就会玩 至少对家庭 对小孩子 要有个照顾嘛 你看那小孩子发高烧 后来都已经肺炎了 我一个人带着小孩子到医院去 我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爸爸都没在旁边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到孩子的时候 把那个手机放在那个抽屉里面了 就没听见 后来再看到的我也到医院里去了 也照顾了小孩 你不该照顾是吧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全职的 我从跟他结婚以后 就全职 因为我结婚的前他就跟我说 他负责出去赚钱 我在家里带小孩 我就说那也好 那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讲 他说你在家里做全职太太 你以后老公绝对会嫌弃你 说你没赚到钱 确实实好多事情 就他现在专门喜欢打牌以后 就像我买条项链嘛 我买条项链他也说我 说我那花钱 他出去赚钱了 他就不知道我在家里 一个人带小孩子的辛苦 买个项链你也说呀 我跟他结婚七年了 什么礼物都没买过我 而且他出去打牌 他输掉的钱可以够我买 压十根项链的 那又怎么样 我什么东西都给你了 银行卡 工资卡 什么 都给你 这个都是结婚之前说好的 你说好的 我在家里担家呀 家里是你管账 是啊 嗯 听明白了 这样吧 让他出去工作好不好 行啊 孩子谁带 孩子 妈带 你妈带 你说话就是很轻描淡写的 以后小孩子的教育很难的 知道吗 跟在爷爷奶奶身边交换了 怎么办 你们现在是自己单独生活 还是跟他父母 自己单独生活 所以每次 等于两个孩子都是你自己带的 都是我自己带的 好厉害呀 他什么都不管 他什么事都不管 家务什么事 他只负责赚了那几个凑钱 你们家这大爷一个月 能挣多少钱 方便说吗 六七千块钱吧 六七千块钱 一个月 嗯 就敢这么嚣张 他打麻将一般 打多大的呀 他每次一要就是一两千 一两千的要 下次他出去打牌的时候 他又问我要 你说我一个在家里 两个小孩子 还要买尿片 还要买牛奶 我大宝还要上幼儿园 一个月的开销也不小 不可能钱都全给他去打牌吧 钱呢 钱都给我老婆了 打麻将的钱呢 是 再问你 老二一个月用多少钱 你知道吗 大概是个三四千块钱左右吧 三四千块钱 三四千 老大用多少钱呀 我大的不怎么用钱 就交个独药园的钱呀 还有 多少钱呀 多少钱呀 千块两千块钱嘛 啊 这五千块钱就没了 嗯 你们俩吃饭要花多少钱呀 这一家人 我知道不够 但是我会 你知道不够你还打麻将 你知道不够给你弄个素材 你还掀桌子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在家里 一清早起来 我要送大宝去幼儿园 还要弄小宝 那他周末的时候他不在家吗 周六日的时候 他周六日休息 就平时有时候出去玩去了嘛 哎 你周六日为什么也不带孩子呢 因为孩子不颠我 为什么不搭理你呢 因为他在家里 跟他 在我孩子面前 都指责我 哦 你孩子都不搭理你 都不搭理我 他为什么不来搭理你 是你因为你平时 根本就对他没有关心 不怎么带他 他回家抱着我的小宝 我的小宝就把他掀开 根本就不要他抱 啊 那他有一点也不好啊 他老是还有二宝呢 是啊 所以我 我就省自己用 想起紧巴紧用 我吃个素材 他也说 我说要他少出去打点牌 他对我发脾气 你知道家里这个情况吗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只知道 他一个月赚了这么多钱给你 他不知道一个月开销有多大 哎 什么时候喜欢上打麻将呢 就是 生到二宝以后 他天天在家里唠叨我 念我 我又没办法就出去 和几个朋友一起 打打麻将聊聊天 为什么打麻将老师 他们赢 你想过吗 我又不是经常输了 你也赢 赢的钱去哪了 吃喝完了了 你看 这才说了实话吧 吃喝玩乐多潇洒是吧 以后不会了 曾经幸福的一个家庭 因为老二的到来 夫妻双方都感觉 生活有了新的压力 这大概是一个幸福的烦恼 但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相处了 老师们有办法吗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许总 你老婆生完老二之后 你有压力吗 有二宝 压力有 你看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一个男人结婚之后 他至少啊 多了三件职能 第一个 丈夫 第二个 父亲 第三个 女婿 哪样你做好了 要二娃 如果说是女孩 执意要求的 你不同意 这好像还有点 就是你找个理由 但要了之后呢 你成了三娃了 他得养着你了 压力我们谁都有 对吗 关键是说 面对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是一个逃避的态度 家庭在有了二娃之后 更需要经济来源的时候 你反而开始挥霍 养成了非常不好的恶喜 完全就是在逃避 你不想参与家庭当中 这些所面临的这些细节的 繁琐的这些困难 都扔给了老婆 仅仅在六千块钱的收入 各样的支出 你还在要 你还像一个男人吗 丈夫给了家用就行了吗 心在这儿吗 没有 还要打老婆 不合格吧 作为父亲 你刚才说的 孩子都不理你 一岁多的孩子 虽然不懂事 但是父亲抱 妈妈抱 自己的 在周围接触的 多的那些亲人抱 他都是会让的 为什么你抱不行 可见你在家里 是一个什么角色 在家里见过你吗 就是旅馆 回来睡觉的吗 女婿就更别说了 你根本 就对这个女人 就不爱的话 你怎么能尊重 她的父母呢 所以哪样你合格 连个基本男人的责任 都没有 还要打老婆 我就不明白 女孩 你为什么就这样了 你还对她有幻想 不要这么再退转了 过度的这种 所谓的包容 就是纵容 她现在之所以敢这样 就是因为 你的不作为 你的没有原则 现在是三千 可能将来就是四千 管你要了 就是最开始 一个在再三的包容 刚开始 要钱我都给她 所以 如果她想过 钱交 不给她钱 让她戒掉这个坏习惯 下班之后回家 如果进不到 这几点的行为的话 轻她出门 或者带着孩子走 你又过得比现在好 找一份工作 好吗 好 你听见了吗 我会改的 以后 你怎么改啊 那个打牌 耍钱的事还做吗 不做 她如果做 立马带孩子走 就这样 谢谢老师 这位先生 我真的没法理解你 一个男人 你收入了一半 用娱乐 吃喝玩乐 你居然还可以 堂而皇之地说出来 你应该做的是 孩子老婆吃最好的 用最棒的 你可以少吃一顿 你觉得他没有工作 没有赚钱 只有你在扛压力 他一个人带孩子 他牺牲掉了 他所有未来的可能 你自己想 你有同事 你不爽了 可以去打牌 他找谁 他除了一个人哭 你回来了 跟你叨叨几句 还能做什么 看看你身旁 你眼前的这位女士 她曾经也是一位 妙龄的少女 有着美丽 有着梦幻 像公主一般 今天恐怕她已经 若干年没有 蹬起这双高跟鞋吧 你在做什么 你一共收入六千块钱 三千块钱吃喝玩乐 哥们 你在做什么呀 你可以争吵 你们可以拌嘴 你可以渴望你的妻子 对你多一些关爱 但能不能首先 你先给她一些理解 男人要面子 女人也要呵护 我想说说 太太 你的生活不应该是 被我们同情的 应该是祝福 你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你照顾着两个孩子 你已经为她凑了一个好 但是其实你看看你自己 你真的可以不要她吗 你还是渴望她 回归到之前的样子 渴望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即便你真的可以不要她 孩子真的可以吗 同样我想说先生 你可以去消遣 你可以去玩 但在你玩的同时 你能不能安慰一下 你的妻子 你能不能告诉你的兄弟 我有一个特别棒的老婆 不仅给我生了两个孩子 而且把我的家 照顾得紧紧有效 你要庆幸你有这样的妻子 居然还打她 你的拳头不是像你的家人的 你应该郑重地向你的妻子道歉 改掉你赌钱的习惯 你的家庭需要你 需要的是你的肩膀 不是你的拳头 我特别讨厌拿压力来说事 谁没有压力呢 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谁要混口饭吃都有压力 况且有压力 应该会有努力啊 你的努力在哪 你的六千块钱一个月 拿了多久了吗 你的努力在哪呢 你口口声声收有压力 为什么所有的压力 全都化解成了 在牌桌上的洞灵 你应该每天愁眉苦脸 冥思苦想 多挣点钱呢 你为什么没有这方面的努力呢 所以其实不是压力使然吧 是因为不想承担责任 对吧 扔两个钱就完了 剩下的你罩着 我该出去潇洒 我出去潇洒 是吧 另外我还想问一点 一个人的朋友圈子 决定一个人的生活质量 你说你那些牌搭子 跟你在一块打牌 明明知道你有两个孩子 还让你天天输钱 每个月输三千 你那都是些什么朋友啊 其实我听到你们的故事 我特别害怕 这个家几乎是风雨飘摇的 就他现在发展的 成了这个状况 按道理来说 有了两个孩子 责任性应该更大 他还出去打牌 所以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都是你惯的呀 在我认为 你应该让他尝试尝试 带两个孩子是什么味道 让他感受感受 每天两个孩子回到他身边 到底是工作累 还是带孩子累 而且坦率地来说 如果他在你家里 是那么教训你父亲说 你怎么教出这么个女儿 动不动就回娘家的话 那你太没尊严了 你哪给借你的胆子感 这样教训岳父啊 你还反了天了去了 我告诉你 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 很简单嘛 再找个男人嫁了 然后让那两个孩子 全部都跟别人姓 管别人叫爸爸 好不好啊 不好 不好 你反正你也没有当爹的样子 你除了扔了几个钱 你哪里当了爹呢 他如果再照顾男人 那个男人也扔钱在家里啊 而且还给他们爱啊 为什么要管你叫爸爸吗 你配得上配不上爸爸两个字 到那个时候 我看你的脸往哪搁 我觉得像这样一个男人 可以管理 但一定要用一个非常严苛的方式 首先 在财政大权上 一定要渗入减粗 知道吗 别给那么多钱给他 其次 如果他下次赛饭 带着孩子回娘家 别搭理他 让他一个人家在家里吃残羹冷饭 一定要严肃处理 你否则的话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家庭 真是经不起任何的波动 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 无论这个家伙有多糟糕 在孩子面前 不要把他说得太糟糕 依然要跟孩子说 父亲是为了这个家 在外面忙 你帮他遮丑 这必须得遮 否则的话 太影响孩子 如果能够自己找份工作 当然更好 不能受治愈的 就这样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小玩小玩就变成大玩了 占独你就完蛋了 这种恶戏绝对不能挂 是不是要改啊 改 确实要改啊 改 以后 每周的周六 有你带两个孩子 你回娘家看一下爸妈 不许找奶奶 做得到吗 行 做得到 每周周六带孩子 带一天孩子连做饭 给他一百块钱的工资 你看看你给他那六千多块钱 值不值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给你带两个孩子 还给你做饭 如果你想让你的妻子 做全职太太的话 请你一定要尊重他们 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 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 如果一个男人要求你去做全职太太的话 你要考虑清楚 就是一定考虑清楚 这个人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是不是认识到一定高度了 就像这样的 千万别啊 那就意味着你什么都失去了 还不如踏踏实实工作 错没错 错了 来 先对着镜头跟岳父岳母道歉 说那话说的 赶紧着 道完歉才是你们俩的事 岳父 对不起 我以后保证对你的女儿不动手 请岳父原谅我 也请我的老婆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了 掌握主动权 好好管理 借着这个机会 把这个半死不活的老公给他整活了 好吗 好的 来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老婆 对不起 我以后保证家务 我也给你分担一点 以后不去打牌了 跟我那些朋友 今年少联系 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重新这个家庭 我们两个人有一对可爱的小宝 我跟你结婚七年了 七年来你对我关心过吗 根本就没有责任心 你每次我们吵架的时候 就担着两个孩子面吵 你觉得对他们有影响吗 我是这样子下去 你觉得我还好 我还能跟你好好过下去吗 我现在都不知道 我现在要怎么跟你过下去 请回吧 两位 谢谢 请回 来 请关门 一对结婚七年的夫妻 因为第二个孩子的到来 丈夫感到了生活的压力 于是家庭的生活 好像出现了很多的变化 我认同压力只是一种借口 这大概应了那句老话吧 七年之痒 这是他们一个痒点 今天三位老师帮他们挠吃过了 不知道挠的效果怎么样啊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在爱宝中 得到土蕾一对一的指导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 土豆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距离 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现在请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IPTV 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他们俩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请开门 我的孩子可以再给你四集贵 我希望你敢 能敢吗 敢 来 过来吧 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拿戒指 我们来见证一个丈夫 怎么请求妻子的谅解吧 各位请见证 老婆 我错了 给我这机会 让我永远地爱你 好好好 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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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老婆高兴了呦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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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看着她 请亮灯 药宝师 衣备师啊 这个送给你夫人 好好对她 好吗 真的不容易 谢谢 回家好好过日子 多承担一点 知道你压力大 好吗 少点续的 七年之痒 今天给你们挠过之后 希望你们不再痒 好吗 好的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谢谢 请回 我相信在生活当中 他们还有很多坎要去面对 希望他们的下一个七年的婚姻 会更幸福 希望他们和孩子一起快乐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 下一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和他在一起一年多 一开始我觉得他挺爱我的 到后来我发现他特别爱说谎 我各方面条件都不算好 所以我挺害怕失去他的 我也承认我隐瞒了这样做 也是因为我在乎他 他撒谎被我拆穿 然后又是求饶 又是发毒誓 现在我真的累了 如果两个人不能坦诚相拜 就别再帮助彼此了 如果爱就可以欺骗吗 你当然会说不能 那这一对情感的走向何方呢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元23岁 来自吉林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富22岁 来自河北也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 欢迎老妹 应该是同学对吧 是 怎么就从同学变成了恋人的 因为我们学校有蒙面舞会 真厉害 开学的时候就有 我去商店买面具的时候 他正好也去 他就是要了我的联系方式 那就是大一就这样了 他比我大一届 那个时候我大二 他大三 小片里面说 你骗过他很多回是吗 不算是骗嘛 有些他说的也太严重了 有的时候 那咱们说说吧 他就是在骗我 一开始的时候 他追我的时候 说自己是学得挺不错的 是个学霸 然后家庭条件也跟我介绍了一些 我就感觉他这个人很憨厚 而且很老实 跟他在一起之后 我就发现他这个人 有很多的毛病 最大的毛病就是撒谎 而且很多事情 都是因为他撒谎导致的 你说说他怎么撒谎呢好不好 就是他跟我说他学习好嘛 现在他大四 然后我就是想让他去实习 让他找一份正经的工作 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去 因为我家人 可以帮他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让他去面试 他父母我找的那些工作 我其实都不喜欢 那我让你去面试的时候 你也不跟我说 你为什么不去啊 我就一直问他原因 他就是不愿意去 最后我一直追问他 他跟我说 他没有学位证 他就是经常地在宿舍里打游戏 然后不好好学习 旷课 画了很多课 他没有学位证 一年多的时间 你说你没有学位证 这么大的事你都不告诉我 还让我父母忙下忙后地 跑了这么多 给你找工作 你直接告诉我们 还省了我们这一份心 再说你没有学位证 我也没有怪你啊 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啊 我刚开始的时候 没想跟你说 是因为 因为我知道你条件特别好 然后感觉他家人 要知道我这个事的话 会更看不起我 那你不是迟早要知道吗 我的想法是 如果逼了业之后 能找到工作 这事就过去了 所以我也没想跟他说 哎呀 学位证你都拿不了 你四年你干嘛了 就是 他就是打游戏 就特别喜欢打游戏 神秘游戏里边 这也不是你自己挑的人吗 姑娘 刚开始我不知道啊 刚开始 那你知道了 你帮教他呀 对不对 对呀 我是不让他玩的呀 他那种 他根本不是帮教我 主持人你知道吗 他干脆就不让我玩了 把电脑都给我砸了 那就是不该玩吗 他也不能把电脑给我砸了 我电脑我还可以学习 我不喜欢你玩游戏 所以我让你把它戒掉的 还骗了你什么 他还抽烟 烟瘾特别大 我让他戒烟 他也不听我的话 还自己偷偷地抽烟 在朋友面前 就是该怎么抽怎么抽 在我面前 他就是不抽烟了 但是身上有烟味啊 我能够闻得到啊 我以前抽烟他也知道 然后突然他就跟我说 今天开始我让你戒烟了 从此以后 我要再闻到你身上有烟味 我就不管在什么场合 我肯定要骂你的 然后每次见面 他就跟侦探一样 从头到脚闻 只要是有一点点烟味 他就不管什么场合 就开始骂我 戒没戒吧 我是当着他面不抽了 他说抽阿手 你答应人家戒没戒 我答应他了 我说不抽了 又抽了 没有 就是有时候朋友在一起 怎么没有啊 抽过一样 他就是这样 当面一套背面一套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 这些练习你改掉 我就是认为 我可以跟你好好在一起 结果 他有一个前进友 他没有告诉我 这还跟前进友联系吗 怎么不联系 我断次联的 而且他前一天是在 还拿我的钱 给前进友去花了 不是 他人就是这种性格 就是说得太严重了 我就是前进友 其实不是前进友 就是一个同学 人家正好有事要借钱 然后我就向他那借了点 因为我们都是学生嘛 没多少钱 他借挺多的 然后我就从他那借了点 不是你没钱 你借人钱干嘛 因为我们也是同学嘛 同学 我现在那性格 就是挺豪爽的 我感觉他有纳 你拿你的钱豪爽啊 我也是管他借的嘛 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他我们是恋人嘛 恋人就可以花他的钱啊 没有我是借的 我是真是借的 我都说了 还没贵的 他就花了 他骗我说给同学借钱 他同学有件事 我才借给他的 我要知道是他前女友 我是不会借给他的 凭什么拿现女友的钱 给他花呀 那钱还是我辛辛苦苦打工 你怎么发现他是前女友的 之前我就是翻他微信的时候 看到一个女生的备注是猪 我就感觉 这不是情侣之间 才能这样称呼的吗 太暧昧了 我问他 他骗我说是打游戏认识的 后来我就说 那你把他删了吧 反正你现在也玩得很少了 他就答应我删 后来过了些日子 我又看他的手机 发现根本就没有删 他跟那个女生 就在微信里面 还点赞评论 我就是评论的时候 看到他们那里面说 这个钱贵 钱还你 你这不就是拿我的钱去了吗 我就问他 他就不承认 不承认我就说 那你把手机你给我看看 我看聊天记录 证明你清白 他省着我冤枉你 他就是不给我看 连下把聊天记录就给删了 我聊天记录是当时我 我感觉他生气了 我想把那个好友删了 然后我摁错了 把聊天记录给删了 你怎么那么容易就摁错了呀 后来的时候我就吓唬他 我说那我找人把你聊天记录给你回复了 他就告诉我是钱女友 我说你追我的时候 你就说我是你的初恋 现在有一个钱女友 那我现在我算什么呀 我不是你初恋吗 他是你初恋吗 算是我初恋的 算是 是 是还是不是 还撒谎 因为之前呢 我都说了他那就是我同学 然后他就认定了就是钱女友 不是 你们俩今天为什么来呀 我就没弄清楚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他分手 见了我这么多次 我不可能再相信他说的话了 他人的性格就是说 他决定的事就根本没有商量余地 因为我感觉两个人在一起 很多事都要商量的 然后我有一些是 我商量你不能骗人的 那我做不到啊 做不到你是我做不到啊 不行 做不到不行 就是打游戏的事做不到 你摔电脑 抽烟的事做不到 那我就骂你 就是这种性格 那你就做呗 我还是为了你好呢 因为我总坚持 我挣了很多的零钱 我就给他报了一个班 想让他就是学一下英语 他也不去 去了一次就把班给退了 回来之后也不告诉我 我打电话问他 你每周都去吗 他就骗我 每周都去 老师讲的可好了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去 偷偷的就把那个班给退了 钱呢 人家退班的时候 那我那时候钱是不是给钱就花了 不给退了 就是钱就是全摆给人家了 那你为什么撒这个谎呢 老师讲的是挺好的 但是我听了一节课之后 我就就感觉听不进去 后来我想 老师讲到好你听不进去 我也是不想浪费他的钱 然后我退了班之后 我也去做兼职了 然后其实也挣回来这个钱 钱给人家了吗 没有给我 没给就要挣回来了 我怕他知道我退了班了吗 他就是这样 他一直为自己 撒的这些谎找借口 然后用这个借口再来糊弄我 那你干嘛非要跟他在一起啊 因为他见过我父母 当时跟我父母承诺的很好 他说毕业了就在唐山这块找工作 买房子结婚 那个时候见父母的时候 承诺了那么多 结果现在真的是轮到毕业买房子的事 他就跟他父母 我就是另一种说法 你答应一毕业就买房啊 我是我也准备买房了 因为我快毕业了 这个是真的 这个真没有骗的 买了吗房 没有因为那个钱也挺多的 然后最近一直在商量 在选地方嘛 选地点 他说他父母是在青岛那块做生意 他把自己刚开始说的是 家庭条件特别好 谁知道一轮到买房的时候 他父母其实是离异的 我还不知道 这刚开始 家庭条件你就骗我 那你还想对我 产生相待吗 你还想对我产生相待吗 因为他们家本来条件就好 然后头一次去他家嘛 然后他父母就感觉 有点像瞧不起我的感觉 所以很多不好的情况 我也没跟他说 因为我感觉 家庭条件是自己决定不了的 以后通过自己努力 小你跟我说句实话吧 你这房子能买吗 能买 什么时候能买啊 就是等我闭了业之后 这个房子就可以买了 等你闭了业 你现在徐卫症都没有 你闭了业拿什么养活自己的家 兄弟你这问题大了 去了你这个 我其实 我没有欺骗他 但是买房子这种事 确实是要买的 因为刚才 你还没骗他 没骗他 你说你是学霸 结果没有学位证 我感觉就算是吹牛 不断欺骗 我就是 那你上了四年大学 为什么拿不到学位证呢 你告诉我 因为我本身 我这种性格 就是从小父母离异 然后上学的时间 就没有坚持在一个地方上过学 然后就到处走 所以我这个玩意比较大 然后其实大学的课程 我也听不进去 然后很多时候就不去了 所以导致挂科 就你都有道理是吧 不是 我这一年多 我就跟个傻子一样 他就这样骗我 到现在 我一点未来都看不见 你打算怎地啊 我来就是想让他给我个机会 其实很多时候 给你啥机会啊 他也不理解我 有的时候 你让人怎么理解你啊 你告诉我 因为有些的时候 我感觉 如果这句话这样说的话 他会高兴一点 所以有时候就没跟他说真话 你是不是经常 为了让他高兴 不说真话呀 也不是 就偶尔 你今天说句真话吧 行吗兄弟 是真话 你还有多少事没告诉他 我都告诉他 你买房子钱谁出 父母出 我父母出 他们不是离异了吗 怎么个处吧 一人出一点 一人出多少一点 一人出一半吧 一人出一半 你看了房了吗 看了 多少钱那首付 首付大概 多少钱一瓶啊 你告诉我 六七千吧 你看了房了吗 没没 你刚才不说你看了房了吗 我就在网上办 你个臭小子 满嘴胡言烂语的你真是 哎呦 真 行吧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毕特奔卷 男孩 你觉得 以一个又一个虚假的 事情来欺骗一个女孩 能够走多远 我感觉很多的时候 就之前他说我说谎了 其实也不算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稍等 不要再为自己解释 你分不得清吹牛和欺骗的区别吗 欺骗 零 你非他说他是一 而吹牛呢 他可能是零点八零点九 我来个四舍五入 我说他是一 这里有本质的区别 你明明学习不好 说自己学霸 你明明家里条件不好 说自己家境很好 曾经有过女朋友 但你要跟他说你是我的初恋 所有的这种谎言 注定了你有一天 一定会被揭破 而且注定了 以谎言开始的恋爱 一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就是欺骗 我不知道是什么 让你有了这种侥幸的心理 骗的太多了 什么是真实的你 你到底喜欢这女孩吗 喜欢 喜欢爱她吗 爱 那当你骗她的时候 你觉得是谁在受到伤害 是她受伤害 对啊 我不能想象说 你爱一个女孩 却时刻在伤害 她还蒙在鼓里 你不是爱 所有作为都是在 包裹你的自卑 包裹着真实的你 而你对她是越来越厚地 竖起了你的面具 随着你一次又一次的谎言 你是把自己的面具 越来越加厚 到最后 完全这个女孩 不知道自己再跟什么人相处 这就是你现在 你可能有一段 不幸的家庭经历 并且在你的成长过程中 没有交到什么好朋友 导致你现在得过且过 毫无目标 一点也不踏实 所以给你建议就是说 不要缠着这个女孩了 因为她喜欢的 或者说曾经喜欢的 那个不是你 虽然跟你出了一段 但是都是你编织的那个谎言 也许你编织的谎言 当中的那个 你是你自己想成为的那样的人 但你没有为这个自己的一个目标去努力 反而通过谎言 吹一些泡沫 把自己编造成那个人 从现在开始啊 不要再去说谎言了 因为最终欺骗的是你自己 你既然描绘出自己 理想当中的那个自己的样子 就去努力 先好好地学习 先把这个学位证拿到 去学英语也好 学任何的东西也好 都是对你有帮助的 好吗 让自己真正地越来越成为 你曾经编造的那个人的样子的时候 你就进步了 好吗 小伙子 别再自毁前途了 顺便呢 赶紧跟这个女孩说清楚 说对不起 我欺骗了你 然后放手让她走 谢谢 姑娘 其实你如果你想跟她分手的话 你根本不需要来节目 你大可以坚决地分手 并转身离开 留给她一个远远走去的背影 你选择来 是因为你内心还有牵绊 你还有那么一丝的希望 这是一个所有女孩子 在你这个年纪都会有的感觉 我们来做一个假设的环境 我们试图去理解她 而不是去批判她 她从小父母离异 她要在不同的城市 可以有很好的未来 我能够给你的女儿幸福 而不是唯唯诺诺的欺骗 男人的自尊和骄傲 从来不来自于欺骗和伪装 你敢说 就要敢去做 今天不论结果怎么样 我希望你正视你的问题 并认真的 跟你身旁的女生说一句对不起 去改 你的青春才刚刚开始 去改 忘掉过往 你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明白吗 加油 好 谢谢 谢谢多老师 你知道你身上最糟糕的是什么 你身上最糟糕的是 你撒谎撒得一点都不痛苦 你一点都不痛苦 这就很是问题 有些人撒谎是不得已而为之 撒完了谎之后 马上百般的去努力 但不 你一点都不痛苦 但是你不知道深处谎言的人 内心是有多么痛苦 你说你是学霸 谎撒出去了 谎撒出去了 如果你内心痛苦 你得百般的弥补自己的血液 不要去玩游戏找工作 那这个谎 从某个条件上来说 撒得还是值得的 你说你不抽烟了 但事实上你又要去抽 这种谎撒得有什么道理呢 你说买房 没有人逼着你买房 你为什么要去撒这样的谎呢 所以你很多的谎 之所以撒出来 不是因为生活的压力 和对方的要求 你迫不得已而为之 你要撒 你撒的谎 都是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 让自己舒服一点 得过且过 我只要这个谎一撒 这事就没问题了 我可能这个谎一撒 我这事就可以瞒过去了 我就考过了 而一瞒过去之后 他也不会想任何的补救方法 所以说着说着 他自己都信以为真的 你撒得一点都不痛苦 很多人在撒谎的时候 内心是很痛苦的 因为我骗了你 我难受 但他一点负罪感都没有 整个上场还在笑嘻嘻的 包括主持人再三地问你 你还在撒谎 那我们凭什么要相信 如果说你真的是因为家境贫困 害怕失去这个女生 而这个女生又是一个物质的女孩 你说你撒点这个谎 我还可以理解的过去 你要达到内心的平衡 你怕别人瞧不起自己 我还可以理解 但是别人并没有这样做 人家帮你去找培训班 你不去 人家给你温暖父母 帮你找工作 你也骗别人 你无药可救 你这种人 有人之所以愿意撒谎 那一定有人愿意在谎言中沉醉 你就是这样 你刚才所说的撒这么多谎 有好几个谎 只要你动动手直到打个电话 多问几个人 你就明明知道 这就是谎言 对吧 那你为什么会瞒在鼓里呢 我猜已知道 你不是不知道 你也不过是在自欺欺人而已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他走到今天也有你的责任 你如果像一面镜子一样 真实地反照出他身上所有的问题 对他的有一些谎言紧抓着不放 揪根结底 他能走到今天吗 如果你要帮助他 如果你希望他能够回头 如果你希望他能够变得真诚一些 唯一的方式就是离开他 因为你离开他 恰恰是告诉他 谎言 所造成的伤害 是要你自己承担 如果你今天原谅了他 他会觉得撒谎没什么 你看 依然有爱着我的女人爱着我 我骗了他怎么样 他爱我呀 所以说今天无论是从情感 从道德 是帮助他还是帮助你 你都应该离开他 我不是说不相信他不能改好 但短时期之内是不可能的 就今天他今天的表现 到这个舞台上 他依然在撒谎 你还能相信他肚子里有几斤真话 听见没有 听见了 走吧 最可恨的 其实跟你起急的时候 就是因为 不在于你说谎 而是在于你对生活的那种态度 你觉得一切都无所谨那种态度 让人太生气了 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你现在 重点不是这个女生 如果你想改好 如果你真的爱他 我希望你今天能够主动离开他 也许某一天 他还没有嫁人 他还没有男朋友 你真的如你描述的那样 你可以再追他呀 别再骗了 好吗 来吧 黄金60秒 其实我今天来 本来来之前跟老师说了话之后 感觉心态就已经改变了 但是我感觉骗你其实没什么 但是我感觉其实这样也伤害到了你 如果你真的能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会慢慢改的 就是以后有什么话我都想跟你商量 想跟你说 我感觉你现在不是在骗我 你是一步步步地在逼我 你现在已经触碰我的底线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再相信你 以后对我说的话 我不知道哪句是真是假 你让我再考虑一下吧 道歉一下吧先 其实我今天 不管你一会儿跟不跟我和好 我都想跟你说对不起 我应该骗你 回吧 请关门 看到这一对恋人的时候 其实 你真是打心里的气氛 之所以那么气氛 其实还有一部分因素是来自于心疼 心疼两个即将步入社会的孩子 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 有一个孩子身上毛病多了一些 他们的人生之路刚刚开始 希望今天是个教训 他们能记住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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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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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以上机构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